首先我们整个出发点部分的话呢 我们从max wave equation 回到max wave equation 那在max wave equation 里面你看到的 k1 复的rn b rn t 这是在max wave equation 里面你看到 k h 是等于rn d rn t 那这两个equation 如果你把它写成facial 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边是k1 是等于负c omega 这rn t的部分就变成是负c omega 然后b的部分呢就是mu h ok 那刻h的部分呢 你用facial来表示刻h 然后这边呢也一样的是j omega 那d的部分就是一小鱼 ok 这是两个用facial来表示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电场1的部分是我们现在是假设它是 电场的部分是这个呃 这个 y component 那你刻1啊 你只要你只要你把刻1我们说ijk 然后longlongs longlongy longlongz 你只有e y的component 所以你自然而然你看到这个刻1的部分是负的d z的z的e y 因为e y的component里面有z的factor 但是没有s的没有s的变数 所以longlong e y longs是等于0的 这一项就根本不要管它了 所以刻1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那 e y的部分我们把它带进来是等于10 1-j beta z 这是我们在α等于0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就等于这 那这个就等于负z omega mu h的部分呢 这是i方向 这是i方向 就是负号 那负负的负 10 1-j beta 分子1 负 JβG 或者如果你這個你增簽 再寫一個DDG EY 就等於 J Omega μ H X 負的 Free Current Density 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外界給以它的自由的Free Current 或Free Charge 對 所以你沒有J 你現在都是Surface的Current 這個Surface Current都是感應產生的 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其實這個關係就是這個變過來的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部分 我如果兩邊 這附入得正 兩邊對D Z 因為這是對D Z做積分 那Z呢 EY我是對D D Y做積分 因為Y Component 對Y做積分 然後從0一直積到D OK 那現在你看到了 這一項啊 DDG 你先把它放到外面 那0G到D EY D Y D Y 就等於 J Omega μ 然後 0G到D H X D Y 那你看到了這一項 這一項就是什麼 電位差 這兩邊的什麼 電位差 所以這是負的VG OK 好 那這一項呢 這個就是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然後乘上D D OK 所以 我們馬上我們看到 這整個TEN 我可以把它寫 負的D D DZ VZ 就等於 J Omega 然後 Mu D 然後 除上 我把W 除過來 這個是J SU Z W 為什麼我要這樣寫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Surface Current 是這樣子流 流過去的 那我如果 沿著X軸方向看的話 其實這個Surface Current 是這樣子流 流過去的 就是沿著Z軸 那方向的話 有正有負 那我們如果從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電流 Surface的Current 是不是乘上這個W 就是它的IS 這個其實就是IS 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的Current Density Current 那你如果再注意看 看仔細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一項 是跟D有關 跟W有關 然後跟Mu有關 你會想到的是什麼 它是跟那形狀有關的物理量 平行板電容 不是平行板電容 或者是 就是平行板的什麼 電感 因為這邊是Mu OK 所以這一個 是L 你如果去查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這個變成是 好 2的DVZ DZ 現在就等於 J Omega L I S Z 我們把我們的電流跟我們的電位呢 把它扯上關係了 這是這個方程式而已 那同樣的底下這個方程式 你也可以去把電流跟電位扯上關係 這個方程式呢 這個方程式呢 你看到了 克 H的部分 那一樣的 I J K 你把它看一下 RongRong X RongRong Y RongRong Z 你的H 是方向 是負的 只有 H X 的 Component Y都沒有 所以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克 H 的部分 實際上是 I 方向 已經0 J 方向的話 是 Rong B DZ 的 H X 就等於 K K方向的話 因為 X 是 Z 的函數 對Y 為分是等於0 所以你實際上 克 H 你就可以寫成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部分 就變成 D D Z D Z H X 就等於 這邊已經 J Omega 一雄 E Y Y 那 我現在呢 兩端 H 的部分 我對它 因為H 的部分 是跟Current有關係的 所以我現在 我對這個部分的話 是對X 然後把它 成 一個W 把它 對它基本 跟G W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項 是 D D Z 然後這個是 負的 Current X 的 W OK 就等於 J Omega 一雄 E Y 的 W 那一樣的 我們再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是 J Omega 一雄 然後 W 把它放進來 然後除上D E Y 乘上D 那我們看到 我們這一個部分 這個如果是 負的V Z 這個呢 現在這個呢 一雄有關係 跟W有關係 跟D有關係 這個就是 我們的capacitor OK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這整個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的I 所以 你馬上看到了 是等於D I Z D Z 就等於 Omega C 然後這是VG 負負的正 好像少了一個負號 看看在哪裡 好像少了一個負號 這兩個方程式應該是對稱的 那這是正的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負號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負號 好 那你現在你看到 這是我們的兩個方程式 這兩個方程式呢 這邊的I 實際上就是 IS的部分 你是可以再把它 稍微的整理一下 我把它再做一次微分 我就會變成是負的 VG DZ 二次微分 就變成是 J Omega L 然後 DI Z 那這等於 J Omega L DI DZ的部分 把它帶進來 是負的 負J Omega C 的VG 所以 所以 你馬上看到 是 這個部分是等於 負負的 Omega 平方 L C 然後 VG 所以我們看 DZ平方 這等於負的 這是第一個 你得到的這個結果 它這個結果 你很容易的 就可以 VG 你可以去解它 解出來的話 就是V0 E-J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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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实际上VG 就是V0E-JβG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是看到了在我们的V0 这是Facial 所以我们说VGT是等于Rial part的VG E-JΩT 所以也就等于V0的cosΩT-βG 我们看到实际上 你这两端的电位差 是跟你的G有关系 你也跟你的T有关系 那跟电场是什么 同向位的 在这里的电场是同向位 这非常合理 这是非常合理的 那同样的I的部分 你再把那边做两次微分 I的部分 你把它做二次微分的部分 那底平方ISDG平方 就等于是JΩC 然后D 然后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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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项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JΩC VGΩ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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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几乎有对应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电流的部分 这个电流呢 是完全是surface的 所产生的一个对应的电流 Iz 一样的是等于 你可以把它写成 I0 1-J的βplungz 那这个βplung呢 也是等于Omega更好 那也就等于Omega LC把它带进去 就是μ 换句话说 我们的I0 1-J βplungz 非常确定的 电流的部分 跟你的磁场的电位 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平常呢 在我们的实用上面 我们是定义 Z0 Z0呢 是等于 电位 除上电流 那电位除上电流的话 在什么 在直流电里面就是电阻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叫做impedence 阻抗 OK 那 你可以把它除起来 会发现说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两个一除 就是V0 比I0 那V0比I0呢 实际上就是 L除以C OK 所以 你会发现说 你的主抗 当然 I0呢 是跟整个 这个装置的 电流 跟它的impedence 跟它的capacitum 是有关系的 那 这个关系 我们非常容易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impedence 如果你再进一步 把它放进来 算一下的话 我们会知道说 这个Z0的部分 就等于 L的部分就是mu 然后 D除以W C的部分是 一雄 W除以D 然后开二分之一次 这个 把它 算一下 就 OmegaD 更好 一雄分之mu 那一雄分之mu 就是我们的 Ita 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在之前 我们讲的 这个Ita Ita也是我们impedence 就在真空里面的impedence 或在界子里面的impedence 那这个是传输线 的impedence 所以Z0你一旦定义出来以后的话 大部分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webguide的性质的话 就大概知道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电场 磁场 我们说 我们会随着 电子波是随着 Z方向传递 那到底它的传播速度是多少 就是Face Velocity 那这个Face Velocity 在之前 我们已经定义了 Face Velocity的部分 就是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那你现在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你的Beta的部分是 这个值 所以就变成是 μ一项分之一 这个值 你把它用电流 电容跟电感来表示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Lc分之一 这是你的Face Velocity的部分 所以你到最后你发现说 整个的 这个装置的电容 你是可以测得出来 电感你也测得出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Face Velocity 你可以知道你的Impedance 所以你有一个传输线 本来你是要测量 你的电压 电流的部分 你现在转额 只要去测量 你这个传输线的电感 跟电容值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所有以前要知道的一些物理量的部分 这样了解吗 好 这是完全没有Loss 就是这个是一个Perfect Conductor 底下也是一个Perfect Conductor 那我们很简单的 就用Impedance 这个物理量来表示 我们用我们的电容 我们用我们的电感 来表示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那下一堂课 我们会接着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万一有Loss的情况怎么办 你的电容跟电感 可以再来代表这个系统的性质吗